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美国这个影片里面谈到 我记得他应该是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的话 说这个无神论就是与神交战 而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阐述过太多这个概念 对吧 无神论是否定神的 否定神的就是魔鬼 因为人善恶两面 中间没有空的 对吧 不是守心就是守备 你不可能我不是守心又不是守备 不可能的 或者我脚踩两只船 你踩不着 对不对 看见守心见不着守备 见着守备看不见守心 这是人的生命的含义 这是人的生命的特点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命的特点 对我们人的生命的约束 这种约束是当你脱生成人的时候 你要接受他 承认他 欣赏他 你没有能力抗争他 不可能的 那他对等的是什么 对等的是人的身体 欲望和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生命是两层面 我一再一再跟大家解释 生命是两个层面 对吧 而两个层面的本身就像高速路上的汽车一样 有开奔驰的 有开宝马的 有开可罗拉的 有开保时捷的 有开蓝的 那就多了 开什么车都有 人们在高速上看到的只会看到车 不会看到人 对不对 当看到车 车与车之间有过较量的时候 谁好谁坏谁怎么样 大家都会是车里面的人透过车窗看到外面去 大家相互比较 是不是 那为了满足这一氛围 人们会在车上下功夫 对吧 但是呢 大家要清楚 开车的里面的人 可能有的是男的 有的是女的 有的老的 有的少的 但是在马路上没人去看过车之后 有机会才去看里面的人 是这道理吧 也是这个开车的人去看里头那个人 而不是你这个车去看里头那个人 希望能绕明白了 我们的身体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我们的灵魂就像开车的人 所以无神论强化了车 强化了这个身体的利益的一切 从而损失掉 甚至说侮辱了我们自己的灵魂 所以无神论最邪恶的地方 他就在于在强化我们肉身的过程中 损害了我们身体 损害了我们身 这点上就像飙车的人一样 飙车出了车祸 把里面的人毁了 车毁人亡 完全一个概念 无神论的最邪恶的地方就是这个 放纵人的欲望就是缺德 缺德是为了满足欲望 这个时候呢 这个德行在哪 缺德存在哪 缺德本身存在于内在的 怎么说呢 存在于内在的生命的一个成分中 我不知道朋友能不能理解我刚才说的意思 就是损害了你灵魂的部分 从而满足你欲望的追求 从而使得人消亡了 什么叫禁十八层地狱啊 什么叫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那我一再跟大家陈述 是因为在我眼睛里 另外一个飓风Maria 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开始喧嚣了 包括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 再次经历了这次飓风 这个飓风又达到了五级 非常残酷 你根本 我个人觉得我也很难想象 当他经过加勒比海 这个周末 今天是星期二 如果到了星期五 星期四的时候 再次进入佛罗里达也好 德克萨斯也好 他还保持四五级的话 谁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象 乾坤再造再讲汉 可能就是现在 可能就是现在 因为乾坤再造再讲汉 讲了冰 讲了大战争 讲了大灾 讲了水灾 讲了改朝换代 那在今天的中国 面临的就是改朝换代的可能 这是 这是 因为没人知道十九大会发生什么 也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人保持善念 这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 我以为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乾坤再造再角抗 可能就在兑现中 完全就在兑现中 那 今天我看好多媒体登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 这个陈敏尔在这个重庆大开杀戒 而这个 对整个重庆的官场进行大清洗 昨天 都对应的是昨天 习近平思想拿出来对这个重庆官场大清洗 被清洗掉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是重庆市的组织部长 曾庆红 完全一样的名字 都来自江西 但他是个女的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这种做法 法广在报道书是这么说的 说重庆官场出现剧烈动荡 引人注目 应该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安排 由陈敏尔出手做的 那陈敏尔呢 对这个重庆进行消毒 包括孙政才 薄熙来 王立军 那消除他们的隐患 里面讲说 七月中旬孙政才落马 那习近平主导人事布局 那习近平绝不认识江湖时代的任何人 他绝不接受 所以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完全成立的 陈敏尔就进入了重庆 在孙政才完了之后 说陈敏尔会怎么样 我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是完全改朝换代的年代 改变机构的年代 你非得说他要如何 那个不是这么回事 而重庆麻烦就是前五年是薄熙来 后五年是孙政才 孙政才其中的罪名就是清理薄王之余毒不利 今年二月份这么说他 结果他五年来清理不律 今天陈敏尔来 要把他没清理干净的薄熙来 王立军的东西加在孙政才脑子上 要下两茬子 所以陈敏尔这活也不好干 但相当蹊跷就是 他上来先干掉的就是曾庆红 这是很有趣的 他说没干黄岐帆干的曾庆红 其实黄岐帆基本就完了 就那么回事了 黄岐帆在五年前 大家称他为万金油 太聪明了 而这个曾庆红 这个女曾庆红不是 她女曾庆红是组织部长 组织部长 重庆的组织部长 那你看一下她的履历呢 就非常有趣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 明报 以16号的报道说 在重庆官场 三分之一的人将被取消党代表资格 三分之一 包括五名重庆市常委级人物 副部级高官 八名厅局级高官 那我不知道重庆的 他的整个班子有多少人 那这么弄基本就弄干净了 他说但是呢 有一个确定的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 9月15号 山东省常委秘书长 叫做胡文荣 调任重庆市任市委常委 当天晚上在重庆的新闻联播中显示 那重庆市常委都出席了相关的学习会 但是就缺少曾庆红 可是胡文荣却出现 他坐的位置是曾庆红的位置 这么讲 所以从而推断说曾庆红已经完了 那曾庆红只有55岁 他跟那个曾庆红是一个地方来的 江西 那他是江西叫新国人 而这个那个曾庆红 江泽民的曾庆红是吉安人 那而这个而这个女曾庆红呢 在2008年到2011年 就在曾庆红的老家吉安市 干了四年多市委 曾庆红 女曾庆红去了南曾庆红的家乡 在这个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在2011年8月到2013年的11月 提拔为江西省组织部副部长和副省长 所以女曾庆红应该是人家 男曾庆红的铁杆 真正的心腹 苏荣是这么来的 苏荣是这么来的 这个所以前后大家要 我觉得要能够理解这个意思了 2013年3月苏荣到了政协任副主席 那6月份这个曾庆红就到 女曾庆红就到重庆市任常委组织部长 那6月份 那这个孙政才是2012年的11月份 18大结束之后去的重庆 所以那作为这个曾庆红等于是孙政才去了之后带过去的 曾庆红 那孙政才是曾庆红推上来的 那是曾庆红推上来的 应该是当年张德江推荐的 因为是薄熙来完了之后张德江接的茬 而张德江推荐的那曾庆红 那曾庆红 男曾庆红保上去 这么促成了孙政才 那这个女曾庆红又来自于苏荣的麾下 来自于男曾庆红的家乡 所以重庆是人家江泽民的 江泽民曾庆红的 所以在19大开幕 19大之前 等于是习近平砍了孙政才 那陈敏尔砍了女曾庆红 大家听懂这意思了 再次从从重庆开始 所以文章里提到说 女曾庆红不仅是男曾庆红的老乡 而且在曾庆红的男曾庆红的家乡 吉安市曾经任市长 那又是苏荣的组织部长 所以他应该是女曾庆红 对有关男曾这别扭 男曾庆红的在围绕着江西 围绕着重庆 有着非常深厚的内容 也就讲说 在陈敏尔砍掉女曾庆红的时候 他的目的性方向性非常明确 他的时间性就更明确 时间性更明确 所以围绕着孙政才和女曾庆红出现的场面 如果他的命令真的是来自于习近平 就表明非常明确的表明 如果现在曾庆红完全被抓 如果在十八大前曾庆红被揭秘出来 那现在砍掉女曾庆红是防止出乱的 即等于是一剑多雕了 一石二鸟 你可以这么说 他利用这个方式 斩断他曾庆红的被砍下来 是男曾庆红被挂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的震动 那作为重庆市的组织部长来讲 他的实权 他的实力 他的影响是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这些因素 当你汇总到一起的时候 大概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味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